基隆这名狠心的爸爸 去年7月活活闷死2岁儿子丢包医院 被法院判刑8年 还被追溯他早在闷死儿子前5个月 因为没有帮7个月大女儿拍个 害他恰乃窒息死亡 再被依过失自死罪嫌起诉 半年虐死自己的两名亲骨肉 让网友痛骂 不会痒就不要生 独播中心 基隆报道